中央偷偷都请出一轮强力催票 选战打得火热 只不过最后倒数全力冲刺 于天先被同选区对手指控很会赚 他可以还债 然后可以存款增加 去年2月自己透露全家存款只剩50万元 但根据同年6月的财产申报 哇 414万存款 短短4个月大暴增 但看看立委月薪19万 于天却能每月仅存91万 连柯文哲都惊呼 我觉得他应该去开一个理财的节目 这个保险压平 6年福保单位 以钱数领回 这个6月6号今年 理财有一套 但争议不止如此 身为民选立法委员 于天出现在内政委员会 直询的次数却是惨挂零蛋 唯一一次现身 是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直询 服务没有就算了 你在中央 人家跟你公布成绩说 你执询零次 哇 这是一个破功了 所以说要说别人败 我说你才是辨弃 你的选民的户头 17次的开会 我有14次的书面执行 书面执行其实比当面的执行 更严重 被抓包零直询 自己解释到都尴尬 这回想连任没这么容易呀 毕竟对手可都是来势汹汹 韩文安全 人民有钱 面对五党籍的李翁月娥 不止身后基层实力 还有韩国瑜助攻加持 加上民进党议员李宇典女儿李明卫 批柯家军战袍 蓝绿白三强鼎立 新北三重这一战精彩可奇 记住黄明军求约SN小组新北采访报导